这个就叫留声机 放一张片子就能听戏 来 怎么样 这机器会唱大戏 还是马师僧的拿手段子 这位师傅是行家 要不要买一台回去试试 这东西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我买这怪物回去 我老婆非得让我喝洗澡水 可是这位师傅 您去看戏也得买票 买这台回去 就等于是把戏院给搬回家去了 到时候想听什么就听什么 你老婆非得乐死不可 这东西奇形怪状的 这卖东西的人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还帮着养鬼子卖东西 我看这小子八成是个疯子 你 你当初挑战美国全网的威风去哪了 下贱 那洋人给了你什么好处 连皮你都不要了 宝哥 这刘生机 您帮着帮着买一台回去 我保你不会后悔的 你 你知不知羞耻啊 我又不偷不强 怎么不知羞耻了 我又不丢人 你真可耻 我可以 冲我们相识一场 我劝你 不要替洋人卖命 我是替自己卖命 阿福 我们走 来看刘生机啊 大家来看看啊 你不要做洋人的奴才 都有中国人的脸 文阿龙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绝交 各位父老乡亲 谁是你父老乡亲啊 谁是你父老乡亲啊 这个中国人的脸 有中国人的脸 来 各位父老乡亲 来看一看刘生机啊 来 看一看 听一听 看着我们的 看着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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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牛脸 羊肉的 好 这个不亏了 卖命快 来看一下刘生机啊 卖命快 就是啊 就是啊 我给 就是啊 就是啊 你干啥啊 就是啊 你 哎 这不是数百般的千金吗 你认识这个小丑啊 我 我不认识这位大小姐 真的 我真的不认识 宋小姐怎么会认识一个小丑呢 这不是永东美国拳王的小英雄吗 英雄这回变狗形了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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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 来来来看刘生机啊 护茶店的花侠了 大家看一看 听一听 来 糊泽 去 的人 看一身 可能 Sing 不 有 你 妈 妈 这 一个 黑 上 我 我 你 stimulation ik 我 自甘下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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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副手脸太不丢脸 你也知道丢脸吗 枉费我费心费力 帮你写送状 我们不是说好 要跟花叶洋行打官司 讨回公道的吗 我也是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安排 就算打赢了官司又怎么样 最多他们就是赔我一些医药费 我这个小裁缝还是小裁缝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全成这样 成了眼界叫卖 仍然耻笑的小丑 你不如 你不如回去当小才不算了 就像你跟我吃鱼蛋饭 觉得太不像配是不是 是我让你觉得羞耻 做人要有尊严 可是 可是你竟然把尊严 踩在脚底下 尊严 你懂吗 你担心的是你的尊严吧 你 像我们这样的穷人 尊严这玩意儿 还不如填饱肚子来的试会 除非有一天 我能够跟那些有钱人 跟鬼佬一样平起平坐 那才有资格说尊严 一个小丑 就想跟他们平起平坐 为什么 你为什么此做主张 不跟我商量呢 我也希望能够先做好好 让你开心呢 韩兴还受过垮下之忱呢 让人笑话一下 算什么 可是 你又没想过我的感觉 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么多眼睛看着我 我 我为你抬不起头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为我这个朋友 抬起头来 我才这么做的 别人可以不懂 您怎么能不懂 我就是不懂 为什么 你要这样自甘堕落 你枉费我对你一片心 宋小姐 我生来苦命 没有现成的大路好走 我不爱拳王的拳头 就挣不了两百块 就葬不了我阿妈 我不爱犯规老的皮鞭 就证明不了我的清白 我不穿这身衣服 不把这些机器给卖了 我就回不了洋行 这就是我文阿璐的命 阿璐哥 你们 阿璐 你给我滚回去 师父 我得去买留生机 你 你瞧你这副猴牙 走在大马路上 连我都怕丢脸 我都不敢认你了 温阿璐啊 温阿璐 三年了 我把看家的本事都传给你了 你不领情 说要笨前程 我二话没说 没想到你竟然给洋行当小丑 叫全省城都来笑话我 把老发想万家的脸 丢到大街上来了呀 宋小姐 这机器是你阿爸洋行的对吗 亡我一直把你当成恩人 我以为你和其他大小姐不一样 没想到 没想到你也会这样故意糟蹋人 新莲 你误会宋小姐了 就算 就算你救过阿璐哥的命 就算他样样都听你的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拿他姐妹当猴耍呀 新莲 阿璐 你把这身型头脱了 还给宋小姐 宋姑娘 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会忘记 多谢你 以后请你再不要来招惹阿璐 师父 这不关宋小姐的事 阿璐 宋小姐再好 人家那可是天上的月亮 你看看就够了 新莲她不一样 她再不好 她以后也是你老婆呀 你们还得在一起生活呢 宋小姐 我说的没错吧 宋小姐 阿璐 你给我回去 好了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阿璐哥 算你们成全我好不好 这留生机 我非买不可 阿璐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 就不是我徒弟 师父 近生近世 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 你都是我的师父 可是这留生机 我还得去买 阿璐哥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阿爸是心疼你 她是舍不得你这样被人家糟蹋呀 师父 心里 我知道你们心头 可这一步 我非走出去不可 师父 对不住 你敢迈出这一步 我就不要回来了 好啊 你走 你走 我没有你这个徒弟 阿璐哥 显霖 我们走 走 走 阿璐哥 走啊 代足 好 刘生机 来买 来看啊 古插地 这是怪 三爷 你看出点门道没有 闻阿璐在干什么 在家就可以听戏了 买买来看流声机啊 阿华 你看了今天的晚报了吗 问阿璐我又上了头条新闻了 我越来越看出来 你为什么对他如此着迷了 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 就绝不会松口 阿璐就是这种人 不达目的 他绝不罢休 所以 你们就逼他打扮成小丑 羞辱他的人格 错伤他的自尊 没人逼他当小丑啊 那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聪明过人的女儿 你怎么变笨了 表面上他在糟蹋自己 你往深处想想 他面对羞辱 忍受嘲怒 却达到了广而告知的最佳效果 你说他华众取主 还不如说他出奇制胜呢 但不可否认 这是凡夫俗子 所没有的胆识和机制啊 文阿璐的状旨 是你帮他写的吧 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清楚 一旦上了法庭 爹地是花椰洋行的买办 必须跟你对簿公堂啊 爹地 我没 你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可是现在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件事情 是吗 商场如战场 如果有朝一日 文阿璐成了爹地的对手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到时候 你站在哪一边 爹地 你先不要用假设好不好 他也未必会给您作对啊 这个人可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啊 他把目标看得高于一切 什么东西都挡不住他 女儿啊 爱上一个野心太大的男人 这绝不是女人之福啊 过去爹地反对你跟王阿璐来往 是因为小看了他 现在是不敢小看的 我警告你 你对于他还是敬而远之吧 爹地 相信爹地 趁你现在还没陷得太深 趁着这一切还没发生的时候 彻底把这个人 从你的生命当中一笔勾销吧 这对你啊 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退手 退手 看什么看 没见过死人 退手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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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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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屁啊 这怎么死啊 这谁啊 这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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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大哥啊 出什么事了 哎 好像是好好的一个人 这平白无故的 突然就死了 好多人都死了 这就让不到啊 三爷就是他 那个茶坊 你还没见过来 我什么事啊 你还是要死了 你还没见过来 你还没见过来 我还没见过来 你还没见过来 你还没见过来 他最后来的事啊 我还没见过来 你还没见过来 我还没见过来 你还没见过来 师父 你叫错人了 我不是你师父 阿洛哥 金莲 回去 阿爸 你眼里也没有阿爸了 好 你跟他一块走 我一个都不留你们 走啊 阿爸 师父 别未来失恋 我走 阿璐哥 姐妹 进去 阿璐哥 阿璐哥一天没吃没喝 我真不应该对宋小姐 别发脾气 妈妈呀 你在哪里 儿子在傻傻的等你 等到那太阳 升出了云里 我才隐约看见你 我在那世上不容易 香蚣飘在水里 等到火者爬上了岸 混出人样才见你 我的妈妈呀 谁 儿子爬见你 等到火 大哥 谁是你大哥 哪里 这是什么 你现在最需要什么 老天爷 在哪里 要想好好活下去呀 老子自己求自己 我的妈妈呀 我的妈妈呀 儿子爬见你 等到火 等到火 这爬上了岸 老天爷 你让我在浮水里 逃了出来 你让我在枪口 盗口家 活了下来 你让我在皮边 傻老 究竟为什么 难道不是叫我不要 当个只会吃饭 睡觉的废物 难道不是叫我 出人头地 扬眉吐气吗 老师 这老天就所有 瞧不起我的人 都在我面前 毕恭毕敬地 叫我一声 爷 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是你 我想了一夜 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要陪你走完这一程 什么变成什么样子 是我逃脱不出凡人的眼光 是我太在乎世俗的虚荣 你没有错 是我的错 所以 我要来陪你 你到哪儿 我就到哪儿 不行 我这穷小子是被人笑大的 何况我是个男人 什么苦我都能承担 但你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身份不一样 你是大买办的千金 唐唐阳学堂的女大学生 跟小丑在一起像什么样子 我不在乎 我在乎 我不会让你跟着我的 不许跟着我 不许 不许跟着我 你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还记得也是敢跟鬼老打赖的英雄的 快走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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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白人敢来 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 快滚 快滚 还叫你滚听见没有啊 就是你 走 你不滚 走 走 你有种 你这家伙 我就服你这股子志气 大伙都给我听好了啊 这位老弟 辛辛苦苦出来做买卖 不过是想找条活路 有什么丢脸的 大伙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要是有人起哄瞎闹欺负人 给我滚一边去 阿璐 把你这个玩意儿的好处 跟大伙好好说说吧 大哥 你 你什么你啊 那么啰嗦 快做买卖 刘顺基的好处说不完 大家听我说 家有留神机免费听大戏 家有留神机幸福又美丽 留神机的好处很多 大家快来看呐 在家可以听大戏 听音乐 大家来看一看这留神机怎么样 好不好 来来来 快来看吧 大家看一看啊 留神机好 好 来 来 我给你一听了一分机 好 好 不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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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哈 他受够了洋人的气 知道好歹了 咱们再劝他回头是岸呢 少爷 真的要典当这些宝贝啊 都是身外之物 也许我阿公阿爸 早就知道我这个不孝子 会有今天 留下这些古董帮我渡过南关吧 阿福 等资金周转过来 我们再把他们赎回来 好 去吧 好 这一件得留下 这可是唐代的那件白有隆耳瓶啊 这是我曾祖父收藏的第一件古董 传了好几代人了 好 好 好 少爷 这位先生找您 陈先生 您看看 我们少爷都典当家产来还你们的债了 您何必这一天一趟的来逼命啊 别误会 我是来给李爷出主意的 昨天我遇到一个金融界的大户 他有兴趣承接转贷李爷的这笔款项 而且还愿意放宽偿还期限 是哪家金融公司 这 你也知道 这等于是跟我们银行抢生意 人家不愿意张扬 我也只能私底下帮你们联系 那 这家公司的条件是什么 利息算的苛刻吗 还好 除了各项转贷的手续费 只比我们银行高出两厘 李爷 您看这事 那好 别说高两厘 就是加两分 只要能让我缓一口气 我也只好接受了 少爷 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再说 来不及了 事迹骂兴田 当务之急 要先化解眼前郭霍航被长风的危机 拜托了 小姐 这颜色很多的 您慢慢挑 您看这个 行 这个好像不太好 那这个 李爷 您看谁来了 小姐 您随便看 好 阿福 我怕了这个女张飞了 你去看她有什么事 我先回避一下 好 李老板 生意不错 这太阳打西面出来了 赵大小姐大驾光临 请问有好贵干 这些套话太别扭了 省了吧 我来当然有事了 得 这太阳没出错地方 请李老板指点指点 像我这样的人 应该买什么样的面料做衣服才合适呢 请问赵小姐 打算做什么式样的 什么时候 什么场合穿呢 就是 每个女人都要穿的那种吗 对不起 请你再说的明白点 是你不明白 还是我不明白 赵小姐 我从来不会猜别人的心思 你真笨 我说的就是 每个女人一辈子都要穿的那种衣服吗 你还不懂啊 赵小姐 您大概说的是嫁衣吧 李老板 你伙计都比你聪明 原来赵大小姐要出嫁了 恭喜恭喜恭喜 赵小姐 您怎么自己来置办嫁衣啊 家里人没跟来啊 我家就我一个人 我不来 谁替我来啊 好 您请 赵姑娘 这些面料 都是最适合用来做嫁衣的 质地不错 您看看中不中意 这个 我哪知道好不好 是你说我不像女人家的 你得把我变成真女人才行 赵姑娘 有骨子里到外表温柔贤淑 才能算是真女人 光靠一件衣服 是办不到的 这么说我没治了 姑奶奶 又怎么了 我从阿玛台里出来 每天都在刀光剑影里打滚 什么续型场面没见过 就是没人教我怎么温柔贤淑 换的是你 你温柔贤淑给我看看 赵姑娘 我是有口无心 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这几块面料 就当我送给你的 算是赔罪吧 干嘛要你送我 我又不是买不起 不用找了 多谢赵姑娘帮衬 说真的 我诚心诚意地 祝你找到如意郎君 美满幸福 真讨厌 那次只有你会说我爱听的话 到底是念过孔夫子 多谢了 少爷 怪不得您见了他就躲 这女张妃一阵风一阵雨的 实在叫人受不了 先生长你见过吗 浑身长满了刺 却一碰就碎 心里抱着一网苦水 老了糊涂了 不中用了 心灵 你朝哪儿去 我去找阿璐哥 慢着慢着 心灵啊 你找到他 先陪他好好吃一顿 这几天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填饱肚子的 你找到一条红尔的 你去找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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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么多 你去找尔子 他必须找尔子 你去找尔子 你去找尔子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位 师父 我要坐见常山 是吗 你打听清楚了 一点没错 勾引于三爷师父 这位大姑娘是个财方的女儿 叫万新莲 宋小姐 婷 妄姑娘 我阿璐不在我家 我 我是来找你的 让她扮成小丑 并不是我的主意 其实 我是想来跟你说说我自己 自从阿璐哥到我们家拜师学艺 我阿爸就像疼儿子一样疼他 从那天开始 我天天跟阿璐哥在一起 他哭我陪他哭 他笑我就陪他笑 我早就把我自己的一生一世都许给他了 你这些话 应该对文娃露兽比较合适吧 可是我说十句也顶不上你说一句 我知道你念的书多 学问高 见识远 宋小姐 我求求你了 你去劝劝阿璐哥 不要让他再瞎折腾了 你认为 他在瞎折腾 对不起 说句不好听的 他是认识你之后 才 才不愿意安安分分过日子的 那万小姐 我也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没有我宋范华 我想问阿璐也不会一辈子安安分分待在老发祥当裁缝的 你才认识他多久 怎么可以这么肯定 你认识他比我还要久 可是你竟然 还没有我懂得他的心 阿璐哥 连这句话都对你讲了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 但是这句 确实是实话 万姑娘 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你是留不住文阿璐的 不过 这错不在于你 只怪你眼界太浅 对不起 我还有事要先走了 这样 让开 这样 请把水 你要浇上去 好 来 来 你看 这小姐 这小姐 这有关上 你就全都歪出去 是啊 真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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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姐 就是他呀 咱们库存的话都被定空了 是 还有大白 受不了给他强势了 这事儿太糟了 潘思先生 花言洋行的留生机 已经全部被定完了 我说过我能做到的事情 就一定做到 嗯 没错 是 日本人大人 公司 是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总公司报告 年底分红 给你多算一成红利 多谢 威廉先生 有了这一波 留生机销售热潮 我们今年的营业额 至少比去年增长三成以上 可喜可贺 让我们为我们的 留生机销售佳祭 赶上一杯 好 干杯 干杯 汉斯先生 你们庆功没我的事 但请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哦 约定 威廉 嗯 啊 喂 先生 看在你辛苦一场的份上 汉斯先生正式聘任你为 花椰洋行的专职 活人广告代言人 怎么样 换句话说 你现在正式成为 花椰洋行的 职业小丑推销员 真是恭喜你啊 这套衣服帮了你大忙 你还得继续穿下去 好好 这是合同书 我不干了 文 你还是先看看这份合同 花椰洋行每月付给你一百块大洋 你心里清楚上哪找这么好的差事 那也就是说 整个省城里只有我一个人 值得你花一百大洋来雇佣我 不是吗 汉斯先生 如果他不识台剧那就算了 我就不信花一百块大洋就找不到别的小丑 我拜师学艺 还有个出师的叛徒 现在这种合约我如果签下去的话 就算我做一辈子 还是人家的小伙计 我做得再好 你们庆功 没有我的份 我不干 汉斯先生 这小子这是太狂妄了 我早就说过 有这种夏马菲的办法是制服不了他的 嗯 晚安